经过20多天的等待,12月17日1时59分,嫦娥5号探测器在完成月球自动采样后返回地球,成功着陆于内蒙古四子王岐着陆场。 嫦娥5号于11月24日4点30分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而今,它终于挖土成功,携带珍贵的月壤,顺利返回。 在这次探月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月表采样装置,是由一个来自香港的科学团队研发的。 17日当天,中心设计者来到香港理工大学,探访首度公开的月表模拟实验室。 18日当天,中心设计者来到香港理工大学,原地顾计者来到香港理工大学, 所以我们要模拟实验室。 就是说,你在这种姿态,太阳这样照下来, 那究竟我们这个自动导航的相机, 究竟可以看到什么东西,他受不受太阳不同角度的影响呢? 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荣启亮 是月表采样装置研发项目团队的负责人 他介绍说 月表的光照环境与地球不同 为此实验室配备了高强度的日照灯 用于模拟太阳不同的照射强度和角度 进行光照实验 以便与采样器在月表环境下的视像校正 荣启亮说 由于月表的重力只有地球的约六分之一 所以实验室还设置钢篮 锤掉机械臂 通过精密的数据计算和拉力调控 模拟出与月表相近的重力环境 如果你在地球的环境之下工作 它弯督度就是太大的 那么变成我们要有一个月球的重力的模拟器 你模拟月球的地深吸力 那么钓住它 那么这个设计呢 就是里面的阻力要很小的 那么你才可以模拟到那个月球的重力的 除了光照 重力等因素 月表的地形地貌 采样器的着陆姿态 对于采样的顺利进行也至关重要 那么因为你着陆的时候呢 你不知道它究竟是侧哪边的嘛 因为你那个地下不是说 我批评了地下边给你着陆 它地下会有粒粒粒的嘛 那么你着陆的时候呢 它会侧的 那么我们呢 要模拟回那个傾斜的情况 那么使得呢 我们的採氧器啊 提罐 放氧 还有这个放氧的情况呢 是不是可以要顾到不同的角度的倾程 荣启亮介绍 考虑到月仰的形态 质地等因素的不确定性 研究团队在采样仪器的细节和功能层面 也有特殊设计 随着嫦娥5号的顺利回家 荣启亮和他的团队 也将继续投入新一轮的研发当中 他透露 未来这套采样装置 还将应用于嫦娥6号探月任务 将继续为探月工程助力